新闻 哇哇哇 挖掘新闻人物 挖苦新闻人物 我是郑鸿宜 我是余美人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哇哇哇 为您介绍今天特别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党政记者黄远翰先生 第二位是媒体人钟莲黄先生 还有一位是新新闻周刊的二把手 对不对 是这样讲 这位是东豪哥 还有一位呢是媒体人陈敏凤小姐 欢迎四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么今天呢一开场呢 我们要讲的是这个科匹大地震呢 那么四天的元旦假期 搞淘香农历春节 处处大塞车 还记得上个星期三呢 要放假前 大家以为阿扁要出来回家跨年 没想到傍晚就以塞车为理由 公文为宋达不放阿扁 我刚好坐了机轮车 嗯我从 我从民生动路做打三重 嗯 要就扣到三重就对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哦 这样也百点多钱 哈哈哈哈哈哈 跨年夜 应该咬夜这样子 我们来邀请这个文将大戈来做来宾的 我们扣百点多钱 哈哈哈哈 你扣百点多钱哦 还是够太顺口了 哈哈哈 嗯 所以呢 我就没太多了 因为我们在带上了 我们落车就叫车没办法啊 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没有一定叫车 没有一定叫车 你要放一下 放一下 放一下 啊 结果 就是想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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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那 我们常常说有些剧本 连续剧 你太瞎了 编这种烂剧情 对不对 是 真实人生 更瞎 更瞎 就刚刚好啊 你想了,你媽媽想一百種理由 你用各種理由,都... 我們只能講他也坦白啦 不然我要用什麼方法來說明 我說一坦白嘛,就真的塞車這樣 就是不可理解的 你明明一個好的意思就補到這樣 真的... 抬到會老,抬到塞老 其實我還是很懷疑那天可以塞車塞那麼久 而且是北上 台中到桃園正常大概一個小時一定會到 而且通常... 通常是南宵,大家正好在塞北上 那天開了三個半小時耶 唉唷,你記得那個誰啊 那個...王金平的那個暗尺多快 都不塞車,奇怪 不是,明明不要暗尺多快 中選會可以加班 對咩 中選會離離離還比較近 但是他可以加班 對啊,加班就沒問題啊 我們聽人問誰說的 他是港回國 不知道我們高速說有路肩喔 蛤? 對啊,這很奇怪啊 你明明說路肩就好啊 對啊,是不是要守法啊 不然你... 不然你... 不然你這樣交流道 都會算到,到位了 要守法喔 所以救護車的時候都... 都不會怕路肩來就對了 要守法 到位的時候那個人都站起來了 我還是很難想像 因為十二月三十一號應該像剛剛最好講 南下出車來說太嚴重 他是他的中心 他在幫呂副造勢 對 這不是針對陳水扁 是針對呂副造勢 所以今天陳立宏沒來 你們陳氏中心會要幫他講話 陳氏中心會一定要快講 大家也說這樣絕食 因為後來趕快又送醫院了 不過智能會出人命嘛 真的會啊 那大家玩一玩 玩這一套是要幹嘛呢 沒有啊 呂副他不知道會說 戴這麼久 所以他那天就說 啊 死啊 要怎樣 他就靠近來跳一下 說 這是要怎麼處理 那如果說沒關係 你阿嬤在什麼時候 你會說你頭痛 白頭痛 我就叫 叫我家裡來來帶你 結果那時候到了 他就去帶他了 然後我就去進台大醫院 我不是胡扯的 嗯 劇本原到這裡嘛 對不對 那塞車的劇本是誰想出來的 絕食我們知道有解套嘛 對不對 啊塞車咧 塞車應該是那個 腳是很驚訝的嘛 這幾個人看起來就很像啊 不是 看起來很像公務車 不用戴帽 不會想要戴紅燈 然後去走高 來來來來 各位 因為之前各位專家 都跟我們小老百姓分析 校正署法務部 如果沒有最頂頭的 沒有幫你處理這個事情 因為大家公務員對不對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扛這麼大的責任幹嘛 一定是有上面的意識 才有要放 既然要放了 又放得這麼頂踢大大 是不是也有上面的意識 不然我們怎麼解釋 上面都說要放了 你怎麼 我相信是上面的意識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 我真的不曉得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像那個 其實他不是 你大家只看到塞車 其實不是從塞車開始拖 他是從那個 那個台中榮總的報告 送到台中監獄就開始拖 他是前一天 前一天 三十號 三十一 三十號傍晚就到了 像阿斌仔這種事情 小正署 那個台中監獄人 不會是隔天早上才作業 拿到的那天晚上 其實就開始會看 該準備什麼資料就準備了 那你看那天一定要拖到 這個下午兩點 他就算塞車啦 如果在正常來講 我們你再看 那個程序 大概早上九點上班 大概十點半十一點 就結束了 就可以送出來了 就是說 有人要他慢一點 一定是有人要他慢一點 怎麼慢 上面有人不會講 下面人自己想辦法 我怎麼慢 前一天就送到了 那我就只好在程序上拖啊 所以程序上說 所有東西都是現成的 變成的判決書是 當初從法院到地檢署 再到台中監獄 那是跟著一路走 那不用重新申請 你問到市人正規矩 要請問王來要拿去王家 你知道嗎 要拿去王家 最好是說 那些什麼 拿不起來 對這個行李水 倒起來 要拿去上七嘛 對不對 不是啊 一定要放差不多半個月 好 放鬆 沒有啦 什麼不鬆 要吵鬆 要吵鬆 就要擲你了 然後有人說 我們王來 很好吃的 向你吃 看到就吵鬆了 對啊 好好的鳳梨 你不送 你一定要等到他臭痠 為什麼 拜託 你聽我講的 我元旦還有很多 我元旦說 好 人家一句話就說了 他說 和解一股腳痠 我原音重現 對 我說 對 對 和解一股腳痠 你怎麼沒人放出來 今天要跟我們說 什麼和解 人家是不是 一間回覆 對 沒有 明天姐講這個 我就跟大家報告一下 誠意不足 對 我跟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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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跟元旦很像那樣 元旦也沒像那樣 那個 馬英九的元旦的那個 文告 是他敗選之後就開始 自己也參與意見 最重要的就是 明天姐剛才講的 和解 他希望和解 他希望所有的台灣的對立 到我為止 他的那個元旦文告就是這樣 那文告不是說 前一天晚上六點半 確定阿扁當天不能放之後 才趕快寫的 那個已經寫好超過一個禮拜了 那所以 按照劇本下來言的話 阿扁應該要在十二月三十一號 那天被放出來 第一天只要他講和解 他才能夠拿到credit嘛 對 所以這才是劇本 那 當然 除了這樣的事情 我也要去了解一下 對不對 那我了解的結果呢 或許大家也不相信 中府的高層是覺得 他們也覺得意外 他們也覺得意外 中府的反應說很驚訝 中府的方向 中府的對 那現在問題就是我們要來討論嘛 他要講什麼 蹊在蹊蹊 沒有沒有 你剛才講的就是 大家一般社會大眾的 一半以上的反應 那是你衝啊 那是要讓大家和解啦 對不對 那只會被幹掉而已 他有什麼 通常文言文嘛對不對 就在裡面知道 那所以 其實我的理解本來那一天 也就是說呢 並不是總統府直接要求法務部 今天不能放 不是 但是那一天 大家可以回去翻 那一天的聯合報的 12月31號的社論 大大的罵了這件事情 認為阿扁不應該犯法 然後就這樣的方式 好像變成 被罵了以後 忽然連起來 然後那一天晚上 那一天 對不起不是晚上 那一天下午的聯合晚報社論 再加罵 連續兩天 讓法務部 還有繳政署裡面的人 有一點騎虎難下 有一點父子騎驢啦 文青帽來綁跟他說 我們 所以後來才變成 所以我 這個說法就是 我覺得 他是意外還是陰謀的 可能都有 如果按照 所以總統府不直接下令 透過聯合報下令 是吧 不是 是總統府看到聯合報 之後改變心意吧 聯合報對 聯合報代表 聯合報治國 他看得全拿 他又兇了 不是 這個事情 聯合報後來也寫 文章罵這件事情 就說你為什麼 做為得不足呢 今天我們就說 我去問了 我得到的答案是 總統府並沒有要求 法務那天不能放 因為說實在 做到這種程度 就是要放出來 沒有任何好處 沒有任何好處 如果要說有好處 唯一一點就是 讓深藍的人 原本是等到 你把他放出來 我要罵你兩年了以後 想說他又被多關四天 算了我不要罵了 或許有這麼一點好處 深藍這麼沒有用 對 可是你現在 所以大家 我們的共識就是 以現在的社會的氛圍 還有這次投票的 民意的展現 馬英九如果要求 12月30號明明要放 而你把我抖了也不要 對他來講沒有好處 他第二天的文告 就那樣寫了 可是以我對文官的理解 像一般的人 你還可能有誤差 到阿扁這種高度 政治敏感性能 是不會有誤差的 而且台中監獄 才剛剛出過事 他一個復典警長 被扣起來了 那這種 為什麼被扣 因為那個收受紅包 王立寧 不是王立寧 另外一個 王立寧的部分 其實事情 比較小 他就一個剃頭刀 那像台中監獄 當初那個 被扣起來出事 那個復典警長 是法務部 特別挑 派到台中去的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 阿扁要從 台北先運 到台中 要到培德 那時候他們就覺得 好 就 調一個復典警長去 專門就是 打理阿扁的所有一切 是 阿扁要到台中監獄 法務部都會有這個想法的 然後那個 從 我們最早聽到的 本來是12月28 就要放 那是 28 28 因為那個 那時候很確定 那個 約旦節之前來不及 因為作業程序 你那個評估小組都沒開 不可能 程序走不完 那後來 唯一一個差別 就是說 那個 一個醫療小組 評估小組多開了一次會 本來是他們在想說 是不是兩次就夠了 因為其實所有的醫療資料 都是完本 沒有什麼新的 當然開了三次 可是 30號那天出來 照道理 像法務部那時候 過多少 大家在暗示說 大概就是31號 趕 就是趕元旦過年 就是搏一個 你說是好彩頭嗎 也不是 至少就讓人家 能夠過年 那 但是 所有的事情就是 在31號那天 開始有變化 我自己 那時候打電話去問法務部的人 那法務部的人 就跟我講說 卡在中間 我打的時間 大概就是 11點半 差不多 31號 卡在哪個中間啊 就卡在 卡在中間 就卡在台中監獄啊 所以我在講說 從台中監獄 收到評估報告 開始 沒有 你說的是台中監獄 我說的中間是 中間的什麼環節 那個卡在中間 當然是技術性的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總好 我們說實在 那個很暗前 暗軟 一定有一個原因 那是 做 做 法務部的人 都不是這樣 對啦 你不需要這麼公文 叫下面的人 打個電話 幾月幾號之前 放人 對 做得到嗎 絕對做得到 沒有 29號晚上10點 還有講 我很意外 對啊 29號晚上10點 已經做完評估報告了 對 你還經過了 跑兩天的流程嗎 你台中監獄 還派人去那個什麼 榮總 拿報告耶 很近 那你就是拿完報告以後 後面發生什麼事情 跑一天半的時間 到底 後面就是在拖時間 沒有啦 你不情願放 你就是 咬幾牙根 老子就不放 就算了 你要放還放這種 剉灰的方法